谈论输赢,但是最起码的尊重还是要有的 不管是对对手还是工作人员 但是中间人的素质不太好 就比如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位日本选手 他就做出了非常不尊重人的事情 但是发生在国内的一个职业摔角的比赛中 这位日本人表现得非常嚣张 在他的对手在比赛中显示出了异于常人的激动 所以对手面对兴奋的他也是稍微有点招架不住而倒地 按照规则,裁判面对这样的情况 首先应该制止,然后对拳手进行斗秒的 这是裁判和选手都知道的事情 但是没想到,这位日本选手非常的不一样 他认为裁判在故意阻挡他的进攻,让他放缓了攻势 于是拿着教练给他的水平喝了一大口之后 狠狠地喷向了这位中国裁判 这种透口水及其不尊重人的行为看着也是比较欺人 但是中国裁判首先牢记着自己的职责 那就是判法比赛,所以就忍着没有动手 而看到这里,日本选手明显是以为中国人好欺负 于是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他更是不断地向中国裁判叫嚣 于是中国裁判忍无可忍 手上台先将日本选手的教练一个过肩摔 之后一击漂亮的候选踢直接K了这位不懂得尊重的日本选手 而狠狠地教训了日本选手的教练 其实正是65公斤级冠军拥有者杨建平 而且也正是这一战让他迅速获得了大众的好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